最近中国女排正在进行集训,然而引人瞩目的焦点却不是对人们的训练状态和备战情况,而是朱婷长时间的缺席。 对此,外界众说纷纭,各种非议不绝于耳,甚至出现了一些造谣攻击朱婷的行为。 最近更是有球迷和媒体人淘置了一个离谱的谣言,声称朱婷正在计划移民瑞士,意图挑起朱婷与普通球迷之间的矛盾,使朱婷声名忘记。 然而,真正了解朱婷的人都会明白,这类谣言根本站不住脚。 回顾郎平和蔡冰等主帅对朱婷的评价,我们可以发现,朱婷不仅是一位非常爱国的顶级巨型,而且她的人品和球评也俱假。 对于造谣者们来说,他们的目的很明显,就是希望通过这些谣言,挑起朱婷和普通球迷之间的矛盾,从而让朱婷彻底身败名裂。 那么,为什么朱婷会选择在国外留洋打比赛呢? 这个问题早在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。 事实上,朱婷在国外打比赛的时间主要是在进行康复训练和治疗。 她希望在国外以比赛来代替训练,以此获得更好的状态,顺利回归中国女排。 更重要的是,据了解,朱婷所有的康复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,为了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,她不得不打工赚钱。 对于一些难以理解朱婷的行为的球迷来说,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趁机带节奏,试图毁掉朱婷的形象。 然而,朱婷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,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。 她的留洋经历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,更是为了中国女排争取更多的荣誉。 朱婷一直以来都是为国家队奋斗拼搏,献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汗水,她对中国女排的贡献是不可质疑的。 朱婷,这个名字无疑是中国女排的骄傲。 然而,就在朱婷长时间缺席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,一些人却抛出了一种说法,朱婷不爱国,不爱中国女排这个集体。 然而,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,那些这样想的人根本就没有了解过朱婷。 以前的郎平对朱婷的评价就足以证明朱婷的爱国之心。 郎平透露,朱婷备战奥运会的时候,私底下非常用功刻苦。 她为了备战奥运会,竟然连睡眠都不敢放松,压力之大,可想而知。 但是,她一点都不会因此耽误比赛的备战,甚至是吃药打针比赛也坚持打。 她的赤子之心让人肃然起敬,她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,全力以赴。 此外,在朱婷长时间缺席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,主教练蔡冰多次表示,中国女排的门始终会向朱婷敞开,她的球衣和号码也会被保留下来。 这样的做法无疑让球迷肃然起敬,同时也从侧面证明教练组非常信任朱婷。 这些事实说明,朱婷并没有放弃中国女排,移民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 对于那些觉得朱婷不爱国的人来说,我想说的是,请先了解她,再发表评论。 朱婷如何努力备战奥运会,为国争光的是综合以上的信息,无论是朱婷的移民问题还是她的人品求新问题,都没有站得住脚的根据。 让我们来理清这些问题。 关于朱婷是否会移民国外的问题,我们需要看到她自己的坚定态度以及现实情况的限制。 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力量,朱婷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为国争光的信念。 她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早已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赞誉。 对于一个如此注重集体荣誉感的人来说,移民国外并不符合她的价值观。 而且,我们也应该看到朱婷为中国女排所做的贡献,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女排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。 所以,仅凭一些片面的猜测和揣测,就认定朱婷可能移民国外,实在是缺乏根据。 关于朱婷的人品和球星问题,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球员,她的才华和技术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。 她是一个奋斗者,她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,而不是靠偷鸡摸狗之类的手段。 她对待比赛的态度一直都是认真的,对待队友和教练更是尊重有加。 她的品德和为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。 所以,有关朱婷的人品问题纯属无稽之谈,我们不应该再过多地攻击她,而是应该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和理解。 我们应该看到,朱婷目前正在香港努力康复治疗,并未早日回归中国女排而努力。 这段时间,她肯定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,但我们应该给予她更多的耐心和理解。 毕竟,她是为了中国女排的荣誉而战,是为了国家的尊严而拼搏。 既然朱婷一直在为我们争光,为什么我们不能多一点耐心,多一点理解呢?